兩位將軍在這邊當然先來聊一下 就是豬航航展了 那大家都非常關注啊 當然這個很多武器很吸睛之外 看熱鬧 看門道 今天呢 兩位將軍好好來解析一下 大家沒有看到的專業 來看到航展亮劍了 那麼包含了大陸的GN35A GN20S 虎金無人艦 彩虹機無人機 九天無人機 機器廊等等都登場 那麼在這個部分我們要來看到 大陸的公眾號任談天就說 專客無人機的高功率微波武器亮相 在這麼大的一個強大的大陸的無人機前 所謂的地獄景觀計畫呢 戳破民進黨當局的台獨幻想 好 先來關注一下這一回 當然除了航展亮相也要來做生意嘛 但是來看到 台灣美國都要小心 有哪幾款的武器 是特別要防範的 先來請到李將軍 我特別講這個所謂地獄景象是 美國印太司令帕帕羅他講的 那大家特別注意到他講這句話 他特別說這個 如果說是解放軍要武力犯台來講的話 他將台灣打造成一個無人機箭的 這個攻擊的一種武器 然後將台海塑造成一個地獄景象 來嚇阻解放軍攻台 然後拖延解放軍一個月的時間 大家注意到帕帕羅特別講的 要這個打造 台海成為一個地獄景象 然後用一個月的時間 讓美國來做這個準備來做 來支援台灣 所以從這句話他講這句話裡面 我們可以研究帕帕羅他講 第一個他就是要用無人機跟無人艦 來嚇阻這個解放軍來消耗解放軍攻台的一個戰力 第二個來講 他代表意義就是說 當你台灣將解放軍的武力消耗的差不多之後 消耗了一個月 你自己台灣自己撐一個月之後 他美國才他的這個軍隊才有可能來協助台灣 也就是說講明了 帕帕羅講話就是他來割到尾了 那台灣自己付出打得差不多了以後 他到這邊來最後來割到尾收拾成果 代表這個意義 那我們現在來看 就是他講要讓台海打造成一個無人機景象 就是要賣很多這種無人機無人艦給台灣 那目前我們台灣 似乎也是在按照美國這個戰略構想 正在這個逐步的進行 譬如說我們來講 現在已經編列了很多預算 準備要跟美國採購無人機 那這款無人機 我們目前知道的 大概就是美國所謂的彈簧刀無人機 那前兩天 在立法院裡面也爆出了一個爭議 說我們準備用兩億美元的這個金額 去採購無人艦 無人快艇 自殺的無人艇 那這個艦大家也很訝異 在烏克蘭他使用確實效果是很好 可是烏克蘭好像只有兩百萬美金 為什麼我們要比美國多 這個比烏克蘭要多好幾倍的這種價格 來買這種無人艦 這會不會是這個 軍火前客利用這時間 對不對 大發這種戰爭財 那很明顯的 如果說你今天有心協助我們台灣來講的話 你這個無人機無人艦你應該是提供 用軍援的方式提供給我們台灣 你為什麼賣給我們的價格比烏克蘭還要貴很多 而且這個彈簧刀這種無人機來講的話 在烏克蘭戰場上面我們也沒有看到他發揮他應該有的效果 那現在來講好像在烏克蘭戰場上面也失去了效能 那是不是藉這個機會將這些這個 在烏克蘭已經這個不已經證明他這種一種無效的武器來講 這個美國軍火商已經生產出來 就順著這個機會賣給我們台灣 賣給我們自殺無人艇來講也抬高價格賣給我們台灣 所以我覺得講這個這個所謂打造地獄景象 這是第一個這帕帕羅講的話 到底是藉著什麼心態在講的話 是不是藉著機會想要推銷武器 想要賣軍火給我們台灣 所以講這種話出來 那當然我們有後可以看一下帕帕羅 如果說他退伍以後會到什麼地方去工作 會不會就是轉到這個軍火業去 這是很多美國的這軍人來講 最後才轉到軍火業 那在轉去之前對不對 他就當個門神然後推銷這種武器 那第二個我們要看 就是說如果說是你用這種武器來講的話 有沒有可能嚇阻解放軍 我們必須要來看 如果真的有能力嚇阻的話 我個人來講覺得說多花錢 那倒也無所謂 問題是嚇阻得了嚇阻不了 那未來戰爭我們從這次的俄武戰爭 還有最近的這種武器發展 我認為說是對未來來講戰爭 有三種武器是未來可能會出現的武器 而且對這個敵方來講會造成很大傷傷效果 第一個是什麼 是這個超高音速的導彈 這證明來講從這個伊朗 這個襲擊以色列 我們就看到超高音速導彈 他們只是類超高音速 伊朗打出來不是準超高音速 跟這個東風時機 跟東風26比起來的話還差一截 但是他確實也 這個美國的愛國者三號 或者是以色列自己 見二見三的這種高空攔截導彈 也沒有攔截到 他也漏掉二三十發 二三十枚沒有攔截到 第一個是超高音速 第二個我們知道是說 對未來戰場影響最大 是隱身式的無人機 現在來講全球大概有幾款 美國自己有F-22跟F-35 那大陸解放軍這時候 也殲-20跟殲-35出來了 那這次來講 參展的俄羅斯有蘇-57 這三款無人機 我想這也是這種無人機 也是未來戰場上面 會改變戰場格局的 這個無人機的一種 隱身式戰鬥機的一種武器 好 就隱身式戰鬥機來講的話 現在來講美國如果說 就算賣我們台灣這次來講 我們自己搭啦啦的講說 我們希望能夠買到F-35 那美國也部署了F-22在這邊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這個有沒有可能 這種隱身式無人機 能夠突穿這個大陸的防空火網 那根據這個解放軍 他們上次上海防衛戰的兵推結果 他們認為他們現在的發明的雷達 可以偵測無人機雷達 可以到180公里的距離 那可見的無人機可能在這狀況來講 這個尤其是當解放軍 自己也有無人機來講的話 美國的F-22還可不可以 發揮他預期來協防我們台灣的功能 這我們要打上一個問號 第三個就是這個無人機 跟無人艦是未來會改變戰爭 那現在大陸來講 這方面來講 他也發明了相對應的武器 我們看到除了這個微波武器 微波武器 大家高功率的微波武器 不要以為這次才出來 他已經用過了 但是我以為是 就是在中印邊界衝突的時候 他那時候用了微波武器 因為那時候我們知道中印邊界衝突 這個解放軍來講的話 收到一個命令 就是你不可以真的拿真槍真彈去打 可是又要嚇阻這個 要將印度的軍隊趕走 所以他就用微波武器 那微波武器 他發出高強功率來講的話 對人體會造成很大的一種錯覺 譬如說你會頭痛或者不舒服 甚至會嘔吐 那時候解放軍已經用過這種武器 來對付中印邊境 對付印軍 那這次來講 他如果說更大的高功率來講的話 我相信對無人機來講會產生干擾 因為無人機來講 你很多電子裝備或幹嘛 會被這個因此而破壞掉燒掉 那你就沒辦法操控了 你後方就沒辦法操控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來講的話 除了這個高功率的微波武器之外 這次來講 在駐海航展又有一種武器 叫做這個紅旗十一 當然我們台灣來講 好像對這種武器報導的比較少 但是這是最後他這種武器 除了說陸地可以用之外 他可以裝在船艦上面 我相信未來這個福建艦上面 應該會上這種武器 紅旗十一 對 紅旗十一 它是什麼 它是炮彈合一 也就是說它有導彈 短程的這種導彈來攔截你 如果攔截不到的話 它可以用這個快炮 它有十一管快炮 可以對無人機形成一個綿密的一個火網 來擊落你這些無人機 所以我跟 那尤其是這種武器紅旗 它會裝在船上面 在這種狀況之下 還有沒有可能產生地域頂象 我覺得以這個 如果說是美國 它沒有提供我們台灣 更高明的這種無人機來講 如果只是彈簧刀 我想說還有只是這些 這個無人的這種自殺艦艇來講的話 可能要想要想像中 將台灣打造成一個 台海打造成一個地域頂象 來嚇阻解放軍攻台 我覺得這可能已經是不切實際了 這個以雙方來講 現在狀況 我以目前我們看到 美國所生產的無人機 跟這個無人艦來講的話 我覺得這個反而是真的是不切實際 反而會不會是變成台海 變成說這個解放軍 用它的無人機跟無人艦 然後對美軍形成地域頂象 是 同時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次當然隱形戰機 也是大家關注的焦點 所以包含了殲-35A的飛行表演 起飛時委任出現了馬赫環 立將軍說是代表經驗的一個加速力 還有殲-35A的首席專家王永慶 他說以高度的信息化 高度形容作戰形態出現 給未來空戰很多新可能 還有殲-20也出現高難度的動作 非常有挑戰的急轉 加上升很滾 落意 深夜飄 所以在現場很多居民說 真的是看得非常過癮 姐妹們總煩惱臉上細紋 乾燥與暗沉 現在起跟我一起放心交給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它添加五種EGF 專門防止肌膚老化 強化皮膚修復 增加膚膚彈性水嫩 輕鬆複平皺紋 換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 國膚露 全效精華 精華霜 即刻啟動動靈密碼 國膚露 3 充滿 它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